一早的公園传来祈福音乐 在一旁的角落 有一群慈祭之工 热络邀约民众一起摘戒祈福 仔细询问祝福对象 和勾选愿意如素的频率 再把祈愿卡高挂树上 借由电子天灯来传达善念 这个还蛮快的 就是祈愿吧 我觉得心里很平静很好 很有意义 让就是说敲这个天灯很环保 而且让我们心灵很吉祥 中午合集将平安祝福上达诸佛 面对持续延烧的疫情 慈祭之工连续两天 利用简单设备传妙法 为大地永续尽绵薄之力 这些社区的大众这样子 大家能够邻聚在一起 让他们心能够安 也借这个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尽量速食 一下子就没办法 我们就是这样子劝述 一场疫情危机当前 也可以变成转机 多位菩萨们正靠一己之力 要慢慢翻转大家的观念 大新闻黄一轩张略嘉台北报导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